作传播工作可以透过广播电视 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价值观分享给很多人 这是泰国与高棉的边界地区 联合国与国际红十字会在泰国政府协助下 于1979年期开始展开救助高棉难民的工作 只换好就准备好了 不要听到泰国,立刻起来 刚开始做传播工作的时候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做 也不晓得怎么配合我愿意当神父的这种使命 我记得第一次有一点这种概念是 我到摄影团 那我看到这个摄影集的镜头 我觉得那个镜头像一个窗户 能够从这个窗户能够到整个全台湾 到每一个人的课题 立马到那个时候您穿着很奇怪 还剃了个光头 这个是为了适应中国 天主教要完全中国化 才能够被中国人接受 为我最有意义的 而且最让我能够留在光企社 做大众传播工作 就是因为我觉得电视可以 可以透过电视 传出 我是大众传播媒体 传出一个价值观 积极的健康的价值观 我觉得是相当有效果 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 现在知道为什么天主派我到光企社 我觉得天主在我心里告诉我 可能我的本堂 就是要透过这个摄影机的尽头 才能够找到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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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的 药特的 你很高兴 你很高兴 我希望你能够活着 我希望你能够活着 我爱你 我爱你 Castelloni和皇帝 在设计的设计中 呼吁了改变和设计的设计 我爱他 我追求 我24岁 所以我常常说我在美国生产了 我在台湾加工 自然而然也吸收台湾人的一些优点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变成台湾人 在美国生产的设计中